做梦有一股黑气从口而出 当中有一道亮光跟随而出 光中有很多白云伴随着 请大和尚开示 这是从什么地方来就不晓得 这个在古德开导里面也有提到 梦中口中有黑气突出是好死去 凡是遇到这些梦境 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 这样就好 般若经上佛常常教导我们 凡所有相皆是失望 但是有些梦境是真照 对于修行人 往往在梦中也能堪咽自己的境界 那么这个算是一个好的境界 不要执着就好 有些梦境是真相远的 你会不会放在心上 在禺幻 Đan 这是很生命的 不用了 对于修行人 是真相远的 你对象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